是靠喝酒 紓壓 你每天晚上都要喝酒 可是這個年齡喝酒也不太好吧 我跟你講 因為我 第一個 我這個年紀喝酒的話 我跟你講 以前年輕的時候喝酒的話 隔天宿醉一下就好了 我現在喝酒的話 宿醉三天 就是已經好了 但是妳的身體 胃不好 胃不舒服 身體就覺得不是很舒服 有一次我才發覺事態嚴重了 有一次我就跟朋友也是一樣 喝酒 喝一喝 我已經喝到凌晨三點 你知道嗎 天啊 你還可以弄到三點 我就已經不舒服 我在那個 我已經到廁所 已經吐了七次 誰啊 你啊 我已經有點那種 迷流狀態了 我已經搞不清楚狀態 我說我要回去 因為剛好在東區 我就說那我走路回去好了 已經有點這樣恍神恍說 小鐘這兩年來 一半時間在喝酒 對 一半時間在醒酒 對 真的 真的 我昨天也還喝 你跟誰喝每天晚上 但不就今天精神很好嗎 我今天是不是精神很好 真的 而且活力充沛對不對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一個秘密武器 一定有秘密武器 因為我那時候 我就走一走 我已經迷入中 我看到路上 有兩個穿汗服的 汗服 我已經說我喝死了 因為我已經是在 什麼是一高一矮對不對 對 一黑一白 一黑一白 我就捏下我自己 我打我自己的臉 我是不是在 我以為說我還在廁所 我已經掛了 還好就是 KAM HONG在在 那家夜店在 鎖燭 就一高一矮 他走路回家 那哪一矮 嚇死了 後來我就發覺說 其實這個 真的是要保重身體 尤其你的肝更重要 尤其我們這種場所喝酒的 後來有很多朋友 推薦我一個秘密武器 我跟你講 你吃了之後 隔天醒來 不單單不宿醉 不頭痛 而且你還很有精神 而且還有很有活力 體力還很好 就像我剛才那個樣子 你知道什麼秘密武器 什麼 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樣子 看到 什麼東西 佛林充沛 這個秘密武器就是 白身護肝 有多厲害 你到今天才願意講出來 我跟你講 我逼問你半年了 我厲害 真厲害 真厲害 大家知道喝酒會傷身體 對不對 你現在只要喝酒前吃一顆 喝酒後再吃一顆的話 你隔天醒來 保證不宿醉 保證不頭痛 而且體力還有精神狀態 都呈現非常好的一個狀態 才兩顆可以搞定 為什麼他這麼厲害 我跟你講 最主要他裡面那個白身很厲害 因為我之前有去韓國出外景 韓國出外景的時候 其實韓國人很注重身體 而且他們喝酒 喝得比我們還兇很多 他們很多 每天的 對 每天的 所以我們每次去韓國 他都叫我們吃這個人參 有這個白身 紅身 高崎身 但是忠醫師有說過 不是每一種人參都適合你的 一個體 唯一最適合的就是白身 就是你任何的 你的身體狀況的 都是可以喝的 含的 燥的都OK 因為它溫 它是平性的 這個白身是真的非常棒的 重點這一顆裡面 不但它還有白身 它還有更厲害的 薑黃 薑黃讓你的 新陳代謝 很快就把酒精代謝出去 還有一個 男人的至寶 我跟玉琳哥的最愛 對 什麼 年輕的時候找馬子 老的時候就要找馬卡 薑黃 馬卡在家人參 並稱三寶 男人有三寶 我跟你講 接下來他還有一個 也不錯的東西 第四寶嗎 還有B群 第四寶 B群也重要 所以說你看 不然活力或者體力 這方面一次幫你補足 像我們以前 我們這個真的是 我們現在吃那個保健食品 比吃飯還多 有時候我們白天早上一起來 先吃個薑黃 中午吃個B群 晚上再吃個馬卡 現在你只要一顆 就搞定了 全入一 很大顆 會不會 就小 你自己去買 白身護甘 白身護甘記得 白身護甘 這就有白身護甘 這幾能男生吃嗎 男 女 女都可以 崔姐 妳拿給妳老公吃 好 妳老公畢竟要應酬 尤其妳老公現在這個做得很 她老公是 生意很大 很高階位的 所以說她應酬幹嘛的 我現在應酬之前 我只要吃一顆 應酬之後再吃一顆 醒來第二天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妳之前不是有那個 喝紅酒 第二天會頭痛 半夜會頭痛 我跟妳講 直接拿一包給妳 我直接送妳一包 妳要我買 要送昌明哥 有這種事情 那妳先來那個老虎牙子 好不好 我跟妳講 久前久後吃一顆 效果倍增 就是像玉琳哥講 全入一 對 妳不用再每次要記得 有時候還會忘記吃什麼保健食品 她現在只要一顆 重點是現在我們現在 已經快是年末了 歲末年中 我們是不是有很多尾牙 是不是很多應酬 或者是聖誕節或幹嘛 聚會派對的話 如果你不能喝的話 那很掃興 妳現在 我跟妳講 男男女女 我跟妳講 我現在已經習慣了 我們吃飯前 我都發給潘老師 發給詹老師 發給大家 一人先一顆 因為大家上了年紀 尤其四 五十歲的人 上了年紀之後 需要 容易宿醉 容易頭痛 體力下降 你看小鐘是很節儉的人 對 現在為了大家身體健康 一人發一顆 然後帶大家喊口號 白身護肝 幫我解酒 白身護肝 我跟妳講 妳只要一天一顆 妳幾乎都已經照顧得到 讓妳 我跟妳講 我們雖然是四 五十歲的人 但是我們還是要在事業上打拚 還是需要應酬 還是需要喝一點酒 還是需要紓壓或幹嘛 喝酒應酬不能免 但是喝酒就是傷肝 到後來就乾淨為化 再問李醫師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酒精其實是乙醇 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我們身體會代謝成乙醇 然後再代謝成乙酸 但是乙醇這個東西 它轉換那麼多身分 對 它轉換 但是它在乙醇的時候 其實會讓我們頭痛 臉紅 那些都是乙醇害的 那乙醇其實會讓 傷害我們的肝細胞 所以如果喝酒 然後臉會紅 就不應該喝酒是這樣 就是你的酵素比較少 所以它讓乙醇 在你身體裡面停很久 那乙醇會致癌 對 然後它也會讓我們的細胞 去供給自己的肝細胞 所以肝臟就發炎 那發炎久了之後 它就讓我們的心狀細胞 就變成纖維化 就血流就不通 那肝功能衰退 到最後會歪歪嗎 會啊 會歪歪 而且它會意識不清的歪歪 有些人是吐血的歪歪 就是那個肝靜脈流 然後整個吐血 應該怎麼辦 平常如何護肝 如何專業醫師的意見 其實我會覺得 當然肝就是讓它有休息 所以就是說 酒精大概少一點 而且酒精會傷害我們的膏丸 所以會讓我們的膏固酮 會比較低一點 真的啊 對 酒精會殺我們的膏丸 你不要再喝了 沒關係 你把膏丸 每天泡在酒裡面 還好 我有馬卡 白生護肝 所以適時地補充一些保健食品 像他剛剛講的 白生護肝 那當然就 因為你看 你都還是要有一些應酬的話 你還是要保護一下 對 而且重點是 你那個白生護肝是安全的吧 因為市面上保健品這麼多 有認證嗎 完完全就是國家認證的 所以說大家可以安心使用 對 我們吃保健品 一定要找國家認證的 不要找我來路不明的 不會 這個都 我客家人 而且我很怕死 對 所以我這樣很重要 謝謝小鐘哥分享 非常好